小灰狼流泪 小白猪上学后 竟然跟小灰狼一个班 真倒霉 小白猪心里很不开心 小白猪很怕小灰狼 因为它觉得小灰狼 长得有点轻面獠牙 而且它还一直欺负小白猪 现在倒好 两个人竟然同在一个班级 将来不知道要吃它多少苦头了 果然 小白猪减着成了小灰狼的橡皮泥 要它方 它不敢圆 要它圆 它不敢方 跑进跑出 小灰狼的拳头 随时都会落在小白猪的头上 下课的时候 小白猪躲得再远 小灰狼也会找上来 让小白猪给它当马骑 小白猪要是有了什么玩具 总是担心给小灰狼抢了去 前一阵啊 小灰狼就用印板纸做了一些飞镖 它就用这些飞镖射小白猪 这一天 小白猪被小灰狼的飞镖射得很痛很痛 它就一个人跑到校园的池塘边哭 哭啊 突然小白猪看到地上有个纸袋 纸袋里装着十只飞镖 飞镖上写着小灰狼的名字 这是小灰狼的飞镖 小白猪吃足了这些飞镖的苦头 看到它们就来气 再捡起一块石头 像一头发怒的羔羊似的 对准了飞镖 又是刺又是杂 然后 嗖嗖嗖 它一口气 把十只飞镖全射到学校的围墙外边去了 小白猪终于出了这口气 它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第二天上学 小白猪走过老师办公室的时候 看到熊老师正在训斥小灰狼 快说 熊老师指着桌上一盒被飞镖砸烂的蛋糕怒吼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没干 小灰狼降着头 一口否认 那你的飞镖 怎么会插到隔壁点心店的蛋糕上去的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不明明写着你小灰狼的名字吗 难道他们自己长了翅膀飞过去的 我我我我我我 小灰狼看着写的他名字的飞镖 这下小白猪全明白了 虽然他心里很恨小灰狼 但总觉得这件事不能冤枉了他 小白猪走进老师办公室 对熊老师说 老老老老师 这这这事 不能怪他 是我干的 啊 你你凑什么热闹 什么是你干的啊 熊老师正儿和尚摸不着 不着了头脑 可是 最后 当熊老师听完小白猪的解释后 他笑了 这时候 你在看小灰狼 他感激的看着小白猪 拉着小白猪的手 眼睛里啊 流出了两行 感激的热泪 我感激的看着小白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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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it